修女的终极驱魔大战开始了 这一次安妮脱下修女服 换上正式的牧师长袍 跟着但丁来到修道院秘密修建的地下室 正中央是历史悠久的圣水池 被关在牢房里的纳塔利 即将在这里接受进化大力 看到安妮到来 纳塔利猛然挣脱了镣铐 灯光随之昼灭 在黑暗中 安妮哼唱着童谣 瞬间秒杀了随情的几个实习神父 望着被附体的女孩 安妮终于明白了 纳塔利这是诱饵 恶魔的目标其实是她 于是安妮走上前 紧紧抱住了纳塔利 刹那间 恶灵转移到了安妮体内 得知纳塔利恢复了神志 安妮用尽力气喊出了三个字 只见安妮全身宛如中毒 每一根骨头发出碎裂的声响 随后她缓缓升起 悬浮在半空之中 恶魔的附体完成了 丹钉举起十字架 试图对抗满旗的安妮 结果安妮根本无视她 转身抓住躲在暗处的纳塔利 将其拖到圣水池边 眼瞅着女孩很快被折成两截 一道声音在安妮脑海中响起 强大的精神力量 让安妮清醒过来 她放开纳塔利 和体内的恶灵 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只见在艰难的举起手链 用十字架紧贴额头 一股浓烟随之升起 紧跟着 安妮以不可思议的角度 向后翻折 硬是大头朝下 把自己进入到了圣水池中 这一招玉石俱焚 成功净化了安妮体内的恶灵 在窒息的前一刻 她终于爬上了岸 事后纳塔利也明白过来 安妮并不是她的女儿 而是恶魔利用她 诱惑她的把戏 三场驱魔大战后 安妮名声大震 红衣主教特批她成为 女驱魔人 并派她前往梵蒂冈 继续进修 可就在前往机场的路上 死灰复燃的暗黑力量 再一次盯上了她 这场正邪较量的故事 还远远没有结束 恶魔的光火 聚在于梵蒂冈教廷的内部记录 剧情虚实结合 看似在讲述一个驱魔修女的故事 实际却是在歌颂 女性面对人生逆境的抗争 电影中安妮脑海里浮现的声音 在不断鼓励她忘掉过去 放手向前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解读 拜托各位多多爱心支持 下期视频依旧精彩 不见不散